他说不要拍特写 拍远一点 我现在来到巴德蹄塘生态自来公园 今天是国庆年假 所以这边游客非常的多 今天陪老婆回娘家 就顺便来逛逛巴德蹄塘自来生态公园 主要就是环绕蹄塘一圈 老婆跟孩子在这边喂鱼 制作蹄塘不大大约5公顷 环绕蹄塘一圈大约20分钟左右吧 慢慢走应该半个小时就可以逛晚 今天游客非常多 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非常的清凉 加上国庆年假 刚刚光早停这位又找了老半天 今天会来巴德皮囊公园 主要是因为我后面的这位CS皇 他想逛巴德新人花园夜市 所以我们就往巴德这个地方来了 傍晚的时候先逛巴德皮囊生态公园 晚上再去逛巴德著名的新人花园夜市 这位是Jesica 我大女儿第一次入境 她说不要拍特写 拍远一点 水深危险行入靠近 你觉得景点怎么样 还不错 你觉得还不错 好 有多大 好 好 可以 这样 很本颜 很明显 就是那边童子 不摆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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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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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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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